當國民年滿14歲就可以領到屬於自己的身份證 上面這一串數字可是獨一無二的 這一碼英文加九碼數字其實隱藏不少秘密 全台灣第一個領身份證的人就是先總統蔣中正 他的身份證更是天字第一號Y10000001號 還有A123456789這號碼真有其人 只是這位謝先生因為常被冒用 搞到一天到晚跑警局 其實身份證的第一碼代表出生地 像是掌中正的Y代表陽明山現在已經絕版 第二碼代表性別 一是男性二是女性 但真正識別增長的關鍵 在最後一碼檢查碼 小姐你這個身份證字號是錯的喔 身份證的最後一碼就是檢查碼 實際演算得先找出區域碼英文對應的數字 舉例字母B是11號 將個位數乘以9再加上10位數字 也就是1乘9加1等於10 將這個結果除以10余數變成0 再帶入身份證字號 所以字母B就變成數字0 再將一連串數字 拿掉最後一碼檢查碼 剩餘的數字分別乘以1 8 7 6 5 4 3 2 1 所得的總合相加在除以10 像是範例最後會得到余數7 對應就和檢查碼互補 說明這串身份證字號是正確的 因為我們輸進去系統 他如果輸了號碼是符合邏輯的 他就很容易讓我們進去系統 如果不是的話 他就會出現身份證的格式錯誤 那這時候我們可能就會想說 是不是統號是真的錯誤 或者是說提供給我們的統號是錯的 不過身份證防衛機制 其實還有好幾層 檢查碼也多是利用來 二次核對身份作用 民眾切無心存僥倖 偽造身份 恐怕會吃上刑事官司 據王正文 王一提台北報導 今天請問你 請問你 怎麼會有分為 對視頻 我等到你 以為我會有分為 是否跟著 你 不可能 有分為 主持人 是否 不可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